这是中华民族14年抗战以来最悲动的 30万国军精锐牺牲待遇 14位将军隐落沙场 也是全面抗战爆发 中日第一场超大型队击 中日100多万最精锐的 在当时中国最繁荣的城市 上海展开一场巅峰对军 其规模之大战斗 也被称为东方短肉机 他就是松户惠政 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事变爆发 中日从局部战争升级为全面战争 平津作战29军失利后 千年古都北平 最终彻底沦陷在日寇的天地下 先是东北后是华北 清华日军变本加厉的野心 让所有的中国人都意识到 国家已到了生死存亡之际 七七事变第二天 国党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族抗战 中国到了退无可退的境界 7月15日 校长在庐山发表讲话 东方们我们的东北三省已经设限六年之境 然而战端已经烧到了北平的鲁沟桥 只顾说鲁沟桥也可以任人压迫强占 那么我们500年的古都北平就会成为昔日的沈阳 只顾北平成为昨天的沈阳 那么我们的南京也就不能成为今天的北平 只国战断一开第五分南北 也五分老游 人人就有首途抗战之者 就有暴定牺牲一切之精神 为了抵御日寇的侵略 各地高级将领齐聚南京中央军下 召开国防会议 贵系代表李宗人 近系首领严西山 川军将领油箱等等 还有我党的代表 举国一致坚决抗战 这是自军阀混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大部分 为了打击清华日军的嚣张企业 校长决定发起组统攻势 把目标放在上海的三千名日本海军陆战队身上 这个决定经过慎重考虑 因为自918事变开始 日军占领东北四省经过四年的消化后 又开始入侵华北 就像复古之区对中国领土复复残势 但日寇又十分谨慎 不仅被靠为满洲 而且一旦开战能迅速从朝鲜和台湾增兵 我方收复华北的希望十分秒 日寇占领华北后下一步就是华军 所以校长决定先下手为强 把华中日军最大的驻 也就是上海的日租界障 其实这场仗校长也是打给英美看 他想把英美等国拉到这场战事 对中日战事进行卧选 但由于128松户停战协定规定 上海不能有中国军队主角 上海实际上是不设防的城市 只有警察总队及两个保安团维护治安 8月9日 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卫大山永夫和水亭摘亭草 驾车闯入上海红桥机场 被驻守机场的中国保安队击毙 中日局势瞬间紧张 当晚上海市长于福军 立即向日本领事说明事情进行 第二天中日双方便派人现场探查 进行外交谈判 当时日本海军称武扩大事态的意义 但红桥机场事件的第二天 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青 立即下令向上海军领 大批的日本军舰开进防满调 日军随即登陆上海 但当时上海日军兵力不足 是有三四形状 日军极力拖延时间等待援军到来 谈判时日方依旧摆出多多逼人的姿态 提出除了惩处责任人和赔礼道歉 还要求中国撤退保安队 开除协定区域内一切防御措施 但日方没想到的是 这一次中方没有统计 强势拒绝了其无理要求 在日军军舰陈兵防补僵士 8月11日 校长下令金户警备军力已经进发上海 其实在卢沟桥事变后 金户警备司令张志忠就在苏州备战待命 接到出兵上海的命令 张志忠紧急下令征用金户沿线 火车汽车运送部队 德县师第87 88师 急炮兵部队连夜开进上海 8月12日 上海市民打开门惊奇发现 已经五年没见的中国军队 出现在上海街头 他们装束整天 清一色的是钢盔 如神兵天降 这是上海市民所出席 1932年参加过128松部抗战的 87 88师 这两支部队是张志忠的绝对主义 配备德士装备 由德国军事顾问指导训练 被称为德谢师 他们是中央军中最早完成准备的部队 堪称精锐中的精锐 一直被部署在金户一旦 用来保卫当时的首都南京 五年前87 88师就保卫过上海 这一次他们又被首先投入松部战场 校长对这两支队友基于扣外 其实这两支部队属于教导师 就是让他们先学习 德军的制度 装备 概念 训练 等两个师的学员毕业后 再分发到其他师去做教育 这里面确实人才晋级 本来作为教导师 他们其实没有作战任务 但对日作战 如果不投入这两支部队 胜算可能不大 所以校长也下了血 王敬九的87师住房吴松一带 孙元良的88师 则住房大厂一带 这一仗张志忠等了很死 五年前松户抗战 他没能清除上海的日军 一生留有遗憾 这一天终于来了 128松户抗战后日军加强了上海 不仅驻扎一支两千多人的部队 并加固了洪口一带的军事据典 日军沿黄埔将一路不跑 势力早就伸出了租借范 为此张志忠派人去上海 勘查日军据典 搜集情报绘制地 早在1936年 张志忠就制定 铲除上海日军据典 8月12日黄昏 中国军队全部进入指定作战位置 张志忠随即致电组帅 请求在8月13日进攻 可此时却传来等候命 因为校长还在把期望寄托在英美旁 说好的先下手为情 变成了犹豫不足 8月13日下午 日军与中国保安队再次发声中 率先动手 靠空闸北江湾等 中国守军奋起反击 校长终于下定决心 8月14日发起索国 为数不多的中国空军也赶赴上海叹战 因为是农业国飞机只能靠共 当时空军说是有500多架飞机 但实际能作战的不到100 可以说损失一架少一架 总攻前夕有美国空军陈纳党 指挥中国空军对日本据点极海上舰 进行覆盖式轰炸 中国空军分别向日军的攻大沙场 卫山马 极海军司令部投下炸弹 日军多数据点重弹器 亲眼看到中国空军驰骋在上海上头 当时的上海市民全部激动的跳起 空袭过后 张志忠下令陆军发起祖国 87师主攻杨树 88师主攻红口的日本海军司令 813松户抗战正式拉开文 前期国军德谢师将与日军展开巅峰对组 813松户抗战正式拉开文